大家好 来到这一条影片 我们会讲一下非会员是怎样在GGMS OCRS 就是网上报名系统登记账户 以及在OCRS的报名流程 首先想讲讲怎样登记你的账户 去到这个GGMS的主页面之后 你就会见到注册成为会员或者OCRS用户 点击到OCRS用户之后 你就会去到一个使用者资料页面 其实每一个用户每一次登记的时候 你都要填写入面的所有资料 包括登入名称 密码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电邮地址 表格的最下方就是声明及私隐 用户可以点击进去看网站的使用条款 以及个人资料私隐政策声明 看完之后如果用户同意 以上的条款和声明 记得点击我同意声明及私隐的方格 之后按储存 画面就会显示储存成功 你就会成功开到你的账户 之后画面就要转到主页面的登入版面 用户只需输入你的登入名称 和密码 第一次登入系统的时候 都是要先改了一次密码 在改完密码之后 就会自己转到这个 旅同军资讯管理系统的主页面 登入成功之后 你就会去到这个移表版的主页 在左边项目栏 你就会看到几个选项 包括这个移表版 提示列表 档案 OCRS 和表格 现在就会简单讲讲 每一个版面你所显示的内容 首先是移表版 它显示的内容 就是会根据用户的身份 和历程 而有所不同 提示列表 它就会显示一些通知的讯息 待会我们在介绍 OCRS报名流程的时候 就会再慢慢讲 然后就去到档案 这个其实基本上 都是ACD的使用者资料 里面是有基本资料 和 OCRS的付款记录 基本资料 就会显示 用户在登记的时间 填写的资料 用户 其实如果有需要的话 都会在这里更改 个人资料 而OCRS的付款记录 就会显示 你这个用户 所有在OCRS的交易记录 都会在这里显示 而下面的就是OCRS 你按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 所有的课程 都会用列表的形式 去显示出来 在所有表格的隔离 都有这个 易填写表格的按钮 你按进去 就会显示 用户在OCRS的报名记录 最后就是表格 在里面包括了这个表格的列表 以及以提交表格的列表 表格列表 其实就会显示 这个用户可以填写的申请表格 按下旁边的填写 其实就可以填你一份表 而以提交表格的列表 代表你这个用户已经交了申请表 你可以按下来看 你自己交过什么表格 之后下来就会示范的 就是OCRS的报名流程 你见到 你按下OCRS的 课程列表 里面就会显示 所有的课程 只要你的用户 符合这个报名 课程的申请资格 他就会显示 在这个列表上面 在按进去那个课程之后 他就会显示 课程的详细资料 如果用户想申请 这个课程的话 按一下申请 你就可以去到申请表格 那里 入到申请表格 最主要就是分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申请人的信息 里面会显示用户的资料 如果你之前登记的时候 填对的话 其实这里也不会有机会出错 之后就是课程申请信息 里面就会有报这个课程所需要填写的额外资料 用户填写完之后 就在定价表选择合适的组别 然后按提交 提交表格之后 表格上面的显示申请状态 就会写到明是已批准 而付款的状态就是待定 用户只需要按一下网上支付 就可以进行这个即时付款 之后选择适合的付款方法 输入相关的付款资料 最后按提交 如果用户成功付款的话 画面就会显示为交易成功 表示用户已经成功报名课程和付钱 而表格上方的付款状态 也会更新为以付 之后在版面最下方 你就会看到列印收据这个按钮 用户只需要按一下 就可以下载课程的收据 在报名之后 提示列表里面 就会收到有关于这个活动的讯息 第一个讯息 就叫做 HKGGA 就是用来通知用户你的报名已经获得批准 而且它会附上付款的连结 提醒用户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付款的程序 否则你的报名就将会被取消 如果有用户在递交表格之后 未完成到即时付款的话 就可以透过信息里面的连结 去继续它的付款程序 在完成整个付款程序之后 用户就会收到第二条的信息 叫做HKGGA Playment Receipt 通知用户就已经成功付款 可以去下载你的收据 在完成整个报名程序之后 就可以按进去 OCRS Course List里面 有一个以填写表格 里面就会显示你刚才申请过的课程 如果用户在完成付款之后 没有立刻下载收据的话 就可以按一下申请状态 里面的 已批准 在画面里面就要进入用户填写 资料时候的报名表格 在表格的最下方 你就会找到列印收据这个按钮 去下载你的收据 如果想再三个认自己能不能报名的话 就去这个课程列表里面 按你报名的课程 然后按申请人 里面就要显示申请人名单 就可以看自己的名字在上面 本身GGMS的会员 就可以直接在OCRS 报课程 如果我是一个领袖 我想去帮女生 报名的话 流程是怎样的呢 接着下来 我们就会慢慢讲解 会员在登入这个系统之后 进入这个OCRS的课程列表 选择适合的课程 然后 按申请 在申请人讯息的职务 和相关资料 就选择适合的身份 例如现在你身份是一个领袖的话 那你在职务那里 就可以选择负责领袖 再在相关资料那里 选择报名的队伍 然后呢 下面就会显示了你的队伍成员名单 之后领袖就可以根据你的课程 去选择你队伍的人数 去帮你的队员报名 在队伍成员名单那里 领袖就可以帮想报名的队员 踢算申请 之后呢 在序号那里 输入参加者的次序 如果这个课程 有队伍后备名额的话 领袖在后面 排卖的次序 就可以了 选择好参加者名单之后 就可以按 课程申请讯息 里面的定价 就会根据刚才领袖在队伍名单选择了申请人数 去自动计算 后面参加者我们就不会计算在内 检查完的名单 知道没问题 领袖就可以按递交 再去完成整个网上付款的程序 完成报名之后 就可以在课程的申请人名单里面 就看到你队伍的参加者名单 网上报名是和OCRS的教学片段 暂时就来到这里 如果稍后再有一些新的教学片段 我们会立即更新上去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大家记得留意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